欢迎收看新闻支付 第二阶段交代收费计划 4月1日全面推行 全港所有的商户 不论是连锁店、中小企 小贩或是网上购物 商户提供交代 每个最少要收5毫子 一个普通的袋 只要它有少量的塑胶物料 都会被归类做胶袋 所以平头袋或用塑胶物料 罪丙膝制成的环保袋 都被纳入收费范围 若果纸袋的袋面有塑胶薄面 手腕带用塑胶制成 又或是手腕带的两边附有胶粒 都会被视作胶袋 很多人会问 在什么情况之下拿胶袋 才不用给胶袋费呢 第一样就要看看 建货物有没有密封包装 一些食物 饮品 或者是药物 只要没有包装 或者并非器物包装 拿胶袋就不用给胶袋费 也就是说 去超级市场买个橙 去面包店买包 或者是去快餐店买个饭盒 都不用给胶袋费 食品只要是处于冷冻状态 不论是不是密封包装 都不用给胶袋费 所以一罐冰冻的可乐 可以免费拿胶袋 未冰的可乐就要给胶袋费 如果买外卖 一盒饭加一罐不冻的汽水 又需不需要给胶袋费呢 答案是不需要的 因为罐汽水是套餐的一部分 可以获得豁免 第二样就要看看 胶袋是否属于包装的一部分 如果产品用胶袋密封 好像是米袋 十卷装的厕纸 抹装的洗头水 又或者是用来装甘鱼 由于胶袋属于包装的一部分 都不用付费 但额外多拿胶袋就要付钱了 第三样就要看看 胶袋是否除服务负送 例如去诊所看医生 用胶袋带着一包包小的药 这些胶袋都是不用付胶袋费的 但如果没有诊症 纯粹配药就要收胶袋费了 如果客人买一支豉油 同时又买一支雪条 又需不需要付胶袋费呢 这个答案很难说 因为法例只是规管商户 如果客人是自己将一支豉油 放入装雪条的袋里面 就不算违法 但环保署并不鼓励这样做 交代收费的细节比较多 执行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困难 环保署又怎样有效执法 都值得大家继续关注 新闻智库今天讲到这里